很多亲人染疫过世 我刚刚讲光是五月份 一千三百人走了 一千三百个家庭 没有办法好好的道别 在人生最后的一个时刻 大家都希望能够说一点话 都能够好好的把最后一程走完 你看看恩恩 这么小才两岁 爸妈不舍恩恩一个人走 但没办法永远的伤痛 痛上加痛 还有所以今天有医生就提出来 现在已经这么多人了 不是过去的十个两个确诊王 需要强制火化吗 恩恩的爸爸讲 记不记得这是全台湾第一个 因为染疫而过世的孩子 在新北的中和才两岁 长得非常的可爱 4月19号病逝 他是台湾第一例 那在他过世之后呢 我们看到4月28号 指挥中心采取急急忙忙的签约 买BNT儿童疫苗 恩恩的爸爸说 夫妻两人在恩恩走之后呢 夫妻两人还是特殊的 因为医护人员非常的不忍 本来也不可以 但是呢 破例的让他们去穿好隔离衣 到隔离病房里面 帮恩恩去整理打扮 然后就这样得分开了 礼仪人员把恩恩带走 当天迅速火化 想到恩恩走了 想到恩恩最后一层 是一个人跟着陌生的叔叔去火化 没有办法陪小宝贝最后一层 他说这是我们夫妻心中的一个痛点 大家想象那个画面 我觉得那画面真的是让谁都不舍得 不要说这个小朋友了 家里面任何一个长辈 任何一个成员 孤零零的走 我听过我一个朋友讲 他的父亲也是一样 在家户病房 也是因为染疫 他没有办法进去看 那平常老人家 因为都是由家人在很细心的照顾嘛 那当然说护理师很忙 护理师也不可能照顾到那么细啊 比如老人家想喝水 老人家会有些情绪等等 都没办法 护理师能够照顾的就是吃药啊 帮他量血压心跳等等 所以老人家在里面 不管不只是身体上的不舒服 心理上的不舒服等等 你这种视讯电话是没有办法安慰的 但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是疫情的期间啊 所以今天有一个蛮动人的 我一直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兄弟兄哥医师苏一峰就看到了这个现象 在线上他们看到了很多 现在台湾社区都是病毒了 何必隔离死者快速火化呢 当亲爱的家人过世 谁会不想陪陪他抱抱他呢 跟他说说话呢 那些染疫过世的孩子的家长 心中有多痛啊 多遗憾啊 我觉得他真的是讲出了很多人的话 不过当然了 这题是有点争议 当然我觉得今天指挥中心的回答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回答 还算是今天算是比较能够得分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也有很多人说了 确诊身亡要好好的告别 可能有困难 因为也会造成这个疫情的一些 散播传染等等 所以大家觉得呢 支持还是反对啊 确诊亡也应该要好好的告别 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呢 今天陈时中被问到了这题 确实因为翻番法令啊 并没有规定啊 24小时之内必须要迅速火化 其实深埋也可以 但是要申请要获得同意啊 24小时之内必须要通报啊 确实是没有错 那有网友也认为 短时间之内强制火化 觉得在此刻来讲 应该是不需要了 都要跟病毒共存了 为什么不能够跟往生者 亲爱的家人好好道别呢 病毒都已经遍地开花了 给彼此说再见的时间吧 不然真的会遗憾一生啊 当然这题 我觉得没有什么的冲突点 目前我们的指挥中心呢 也愿意从法令上来讲 也没有什么放不放宽的问题 本来的规定就是如此 只是之前呢 因为我们希望采取清零的概念嘛 所以大家执行的非常非常的严格 有几个例子我看到 这个家人 活着的家人也同意 虽然心中很痛苦 但是也同意 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了不起 你知道静平 台湾人真的很了不起 指挥中心叫我们不要戴口罩的时候 我们都去戴口罩 大家自动的 闷在家里不出门 然后这些规定呢 说实话 法规上没有那么严格 但是大部分的家属都愿意配合 但你知道那个心里面的痛啊 恩的爸爸 我觉得这个说实话 很多人看了眼眶都会泛红 你怎么去理解 我能够 我觉得 舒逸峰医师提出的观点 我今天看到 一早看到这个新闻 我觉得蛮能够感同身受的 而且医师 这个是由胸腔科医师 有专业的医师说出来的话 他们说 其实真正的病毒是透过那种咳嗽 飞沫 然后这个真的近距离这样的一个传 可是死人他已经不会呼吸了 遗体他不会呼吸 大体他不会咳嗽 也不会这种状况 然后刚刚庄方姐说 指挥中心今天回答说 不是24小时内处理遗体 是要24小时内通报 可是我觉得执行面 你可能要跟很多的这个地方 他讲得很清楚 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24小时之内 只要往生了 不管老的小的 只要有往生了 就立刻赶快去 24小时之内就送去火化了 所以你说不是24小时内处理 但是要24小时内通报 做的跟说的是执行完全不一样 以恩恩的这个状况 他爸爸妈妈就很痛心 我相信还有很多这种 就是类似这个状况的 过去12个 包括恩在那13个案例的小朋友 他的爸爸妈妈难道不心痛吗 你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连进去最后道别都没有办法 他们其实我看了 是那个医护人员特别破例 你知道因为大家感同身受 所以让他们穿好防护衣以后 去见恩恩的最后一面 因为你还要让他去 有的经济弱势加历 你要让他参加电计都来不及电计 你那个电计的时间 按照我们台湾有些民间习俗 它是有一些程序跟步骤的 那24小时内就火化的话 你的那种状况 甚至那个什么 有殡葬业者也有跟我反应 然后后来我在咨询的时候 我有提出来给市议会市政府 我不知道其他县市政府是不是这样 就是从这个一大体 从医院接往这个火葬场 要去火化的这个过程 然后其实都会产生费用的 那些费用其实也不是一笔 什么几百块小钱 都好几千块甚至上万 那些钱其实一般经济弱势加历的话 他一下子是拿不出来你知道吗 那如果不是业者先带电 或者是市政府的民政局 因为民政局是管这些殡葬处的 他们去带电的话 你要这些经济弱势加历 马上面临又是另外一笔支出 他是没有办法 而且又面临亲人的痛 他要在24小时内 遗体就要去火化 所以当时就是前天 我在咨询的时候 我就请市政府说 你要帮那些经济弱势的加历 想办法先带电支出 不要一直想到说 这个话花钱 就叫人家赶快付钱 其实除此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医护人员 因为医护人员还要撑很久 我们台湾现在靠他们再撑 但他们快撑不下去了 台中中山医学大学的 有护理师就出来讲 不够用 陈时中都说全国够 但是地方都说不够 尤其现在中南部很严重 中南部烧起来了 怎么办 要跟病毒共存 先决条件是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些配套 比方说专者病房要够 医护量能要够 但是来自基层的 陈时中都说够 但是基层医护都是告诉你不够 你看看这位 中山医学大学的护理师 就告诉你 不够 不是负押病房 所以确诊者抽谈 其他的家属要怎样 去厕所躲一下 去说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吗 符合科学吗 所以他就要讲 中央说够 但我们就觉得不够 你讲的准 还是我讲的准 护理师一个月只休 六天七天 上班就是忙到没有时间 吃饭喝水 更不要说 上百确诊的医护 提前返回反职场 你知道现在很多 Long COVID 很多那种长 很多那种副作用 陈时中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现实就是如此 他们不回来 那怎么办 病人怎么办 确诊之后回来 很多后遗症容易喘 更何况要戴N95口罩 我平常戴一般口罩 在我主持两个小时节目 我都觉得我缺氧 更何况N95口罩 然后你护理师的今天 到现在只给了六成 你其他都做不到 你钱可以先发 这个有这么困难吗 然后大家都要问了 请问这样的日子 我们还要等多久 来看看陈时中 告诉大家 染疫率10到12%是高点 全国达到10之后 单日确诊数都可能下降 什么叫染疫率 你有听过吗 我今天一直在想 我在上网查 全世界染疫率 查不到这样的数字很奇怪 他告诉你 不能讲黑数 要讲染疫率 你懂吗 懂了就懂 很多事情是不能讲 我们看到的都是确诊率 这个我就懂了 谁确诊谁没确诊 确诊指的是确确实实的 诊断完毕之后你确诊 像汉庭 确诊 染疫率是什么呢 指那些没有被验出来 或是无症状的 也有人称之为黑数 你懂了吗 不要讲黑数 要讲染疫率 如果确诊率达到10%以上 基本上黑数 不是 是染疫率 也会有两到三成 好 所以李宾你说 染疫率就黑数 达到20%到30% 疫情才会下降到原来的水准 好那黑数 黑数有多少呢 台大儿童医院的院长 黄利明 告诉你一个可怕的讯息 黑数 很多 更可怕的 小孩感染情况 比想象中的严重 已经有好几个孩子 是死后确诊了 那就是黑数啊 所以我问你 那个拓筛不准 很严重啊 拓筛不准 可能就会造成黑数嘛 硬了以后发现 没事没事 你知道 就后来发现 马上急转直下 两天三天走人 是不是这样 网友就说 刑事局测医还在睡啊 黄利明 你300万准备好了没有 大家在警告他 关键字小孩 出针号角响起 阿忠懂吗 以意谋乱 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黑数还很大 比大家想的更可怕 好 现在疫情持续紧绷 推荐给大家可以使用 我们旺旺雪神的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间比较大 大略有8坪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这一组 好 如果你会说你的空间比较小啊 推荐给大家另外一组 80ml的容量的雾化器 在哪里购买呢 就是到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能够买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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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